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 欢迎你们来到一期特别的鞋霸子海外特辑 今天我在阳光明媚的南加州 罗兰基地区的East San Gabriel 然后今天我们要去一个很特别的球鞋店 叫做Soul Stage 大家应该都知道它叫做雷人体育 但是它总部在罗兰基 然后我经常去的它其实是一个分店 然后它主要的这个店 它是在罗兰基著名的Fairfax地区 那里有Supreme 还有最著名的Fly Club 还有以及BAPE等等的这种潮牌 那么今天我们要去这家 一会我们再店里见 拜拜 一进到就取得店 我们看到很多很多选择的一代 那么这里有刚刚复合的Game Royal一代 即有饼子一代 黄家兰一代 以及黑红经典的黑红一代 还有最近刚刚复刻的这个金脚趾GOTO 非常牛逼的一款球鞋 然后以及我个人非常喜欢一款 北卡兰配色的H1一代OG 以及我其实个人非常想买的一双球鞋 就是这个黑红脚趾 但是由于它的这个Resale价格实在太高 我是在承受不了的 除了一代之外呢 这里有很多三代以及二代 包括这款 乔南曾经亲自上载的H1 II 第一帮球鞋款 我们还看到有Cyber Monday黑白的一双乔三 然后经典的今年刚刚复刻的H1 III Free Throw Line 是采用了元年经典的这个GOTO'S屁股 但是他这次他用了这个水晶球鞋底 其实我个人非常不是很理解 接下来我们有经典的H3黑水泥 这是一个乔丹的屁股 说明这是一个09年还是11年的复刻 有3M乔三 这双我个人并不很喜欢 然后哇 有最近最火最火一双球鞋 Airdron四代和Travis Scott一双联名 那这双鞋呢 在全世界的发售大概有13000双左右 在美国我感觉好像到处都有人在说 他买到他买到他买到 然后我在Instagram上也看了很多都在发 GOTEMGOTEMGOTEM 不知道你们的这双球鞋购买经验是什么样的 然后呢我们就开始看到了 雷射款的Airdron四 2015年的一次复刻 其他并没有太多很牛逼的 除了Airdron四代和李维斯的这个合作 他这个全身都是拿这种牛仔材质 丹宁材质制制作的 还有个李维斯标志 非常酷非常酷 主要是被炒烟火啊 但我个人呢我其实觉得虽然不感兴趣 我们来到一些五代 那么我会尽量快点 因为这里边可能有成年上一双球鞋 我不可能每一框都去说一下 主要五代 然后有经典的白水泥原点款的 我们看到这个 这一部分已经开始变黄了 氧化 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这绝对是双真型 然后有很稀少的上海五代 然后以及香槟六代 恐惧五代等等等等 六代的话还有非常经典的这个 Infrared Infrared六代 具体这种我不知道是叫事情 然后还有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这种 这个胭子红 这种六代胭子红 那么前段时间有谣言 不是前段时间 就最近以谣言说这个经典的黑红六代 在明年以耐克Air的P5型的时候再次复合 我不知道是谣言还是真实的 我们希望 如果这双鞋出了好 我们肯定会是买的 接下来我们会来到 九代 DB9代 Don Becker 然后 我个人呢 非常心痛的一件经历 就是我 这次来美国之前 我刚刚把我最爱的一双球鞋 Air Jordan把水鬼丢掉了 我不想再提这件事情 然后呢 有很多乔巴 乔巴其实是我个人最喜欢的这个球鞋 有这个香槟 香槟八代 对 然后有这个慈善 Don Becker八代 然后季后赛八代 等等等等 以及有一些这个 他在美国上的一种 以美国城市为名的这些时代 就是夏洛特时代 黄蜂配色 纽约市的时代 然后 就是山猫配色的一个时代 我可惜这一局美 乔南的时代 我其实觉得一般啊 但它比较冷嘛 如果你喜欢的时代的话 比较难就是撞鞋 那么这边我们看到的 经典经典的 Air Jordan 11 今年年底 会将复刻的这个 康阔 以及最经典的黑红11 这些球鞋虽然很经典 但它真的都很贵很贵 所以只能看看 哇 我看到一个非常稀少 非常非常稀少 就是Air Jordan 13代 这个叫做Beam Beam系列 非常牛逼 这些好重 我不知道它里面塞什么东西 12代的话 我们现在最期待的就是这个 Taxi 计程车配色 这个Air Jordan 12的复刻 以及樱桃Cherry 12的复刻 看在这里看 它并没有樱桃的那根球鞋 不过关系 我们还是会很耐心的等待 这双 计程车的这个复刻 非常潮流的一些物品 首先从这个Supreme的一些配件 就是说这个阿基拉的这个盘子 以及Supreme的筷子 然后这个美金枪 一些墨镜之类的东西 然后这边呢有很多的Easy 我相信国内应该有很多很多的Easy 现在还好久了 然后最近呢 近期刚刚出的那双Deseret Easy 50 Easy 500 500 sorry 这双鞜 据我所说 在女生中它很受欢迎 所以说 如果你喜欢的女生的话 你有你喜欢的女生的话 可以再买一双这种 但如果你不怕钱的话 这边有Air Max 97的这个Undefeated的这个配色 然后Undefeated Undefeated是美国乱七的一个街头潮牌 然后接下来有这个Just Done Just Done的这个乔丹二代 以及近期刚刚联名的这个Supreme和Air Force One 中榜的这双球鞋 但我个人认为觉得这是很垃圾的一双球鞋 接下来这些鞋的话 都会很贵很贵 就是Supreme和Air More Up Temple的一个合作 金色的 然后还有 黑色的Supreme Air More Up Temple 你买多少钱 五万五十刀 OK 非常好 非常好 然后 接下来会看到很多很多稀少的球鞋 比如说这个 就是 当年 大概14年还是15年 我记不很清楚 就是Supreme和Air Force Posit 一个稻草的一个联名合作 就有一个小的一个Supreme Box Logo 合作标 Bogo 嗯 接下来有很多很多的Air Force Posit 还有Air Force Posit Pro 这个南海岸 POW 这是一个玫瑰金 去年刚刚出的这个玫瑰金的这个 这个 从Posit Pro POW 这是唯一的一双 就是在国内的话 它发出价格会比美国便宜的一双鞋 啊 接下来的话我们有很经典很经典很稀少的这个 南海岸配色的LeBron 8代 这可能也是最经典的LeBron 8代之一吧 甚至是最经典的LeBron球鞋之一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双鞋的 然后呢我们来到了很经典的 哇 我们看看这有什么 银河喷 2013年的这个 All Star Weekend 发售一双 这种扛巴子级别的球鞋 那人为幣肯定是上万的 这里我们猜猜多少钱 我猜大概2000刀 OK我猜高了 1300刀 那还是很贵 还是很贵 啊 接下来我们来到一些Air Max Air Max的一些部分 以及那边是女士球杰 我们一会再说 然后 Air Max这边看起来他们的Air Max 并没有太多 他们是 主要是Dunk为主 然后Supreme和Air Force2的联名有两双 然后这个Tiffany的这个Dunk High 然后下来就是鞋 还有些Adidas Boost 好现在开始就 哇 看到几双LeBron的女士球鞋 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这双是LeBron LeBron9代的这个Big Bang 这双鞋和这双银河喷 同样是在2013年的这个全明星周末发售的 那当年呢也是引起的这个球鞋界 这个空前一个混乱 怎么讲 就是因为这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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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鞋真的很火很火 然后这双鞋也是我可能最喜欢的这个 LeBron9代之一吧 然后它真的很贵 所以我应该没有这个前去买这双鞋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有这个LeBron9代这个黄蜂配色 LeBron9代可能是我最喜欢的LeBron系列 我们看到后面有一个黄蜂标志 这是一个黄蜂队的这个exclusive吧 然后再来我们看看这个女士的乔丹鞋吧 女士乔丹鞋 Oh shit 忘掉忘掉 还有这个南海岸配色的这个LeBron9代 那这双鞋真的真的是非常经典 这个南海岸配色给你一种很休闲很舒适的感觉 这的话这里有很多 这甚至有那个就是慈善配色这个LeBron8的这个女款 那么也卖的很贵500刀 那这双鞋真的很经典很帅气 绝对不会这双鞋 这个乔伊乔伊的女鞋在这边应该会相对便宜一点吧 看起来就在200刀组200刀都是这个价格 然后接下来我们有这个经典的黑红配色 可能最经典的这个黑红配色的女鞋 以及前当前刚发售的这个Shadow影子 影子版的这个LeBron1 OG 在女子鞋款这边180刀 还好还好 这双是一个酒红色的LeBron5代 这些款南鞋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双used 就是别人穿过的一双球鞋 那没有放过价格 所以啊 没有 you care 啊 接下来就是一些乔四乔四 都是女鞋啊 乔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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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八乔一乔十 即 并倒 并倒 flu game的女鞋 虽然非常经典 然后呢 在国内非常火的这个粉色白色的这个乔四二代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叫什么 看起来很酷的 嗯 我看一下 OK 这会有一双 Air Jordan 8代 黄蜂配色的女鞋 这鞋真的很稀少很稀少 没有见过 好像是一个 我记得啊 我记得好像叫做白色水鬼 对对对对 因为它和蓝色水鬼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感觉 这是白色水鬼 这是水鬼 哈哈 然后呢 装鞋如果它有蓝蓝鞋的话我一定会买的 但是呢 明显它没有蓝鞋 嗯 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很有趣的游戏啊 它这个就是抓球鞋机 就在国内一些潮拍店铺现在陆续也开始有 但这个在美国其实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游戏 就是说它 明显啊 我觉得我不需要去解释了 它这个鞋的很清楚 对的 对的 就是如果你能 你能把这个球鞋 这个东西顺利的插进那个洞里面的话 呃 ok 这个听起来有点misleading 但是如果你顺利的插进那个洞里的话 它就会给你这双球鞋 嗯 Good luck with that Good luck with that We all need some luck 然后呢 呃 再给大家近距离看一下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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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年 89年 原年 那我们知道它这个底部呢 它都已经开始粉化 氧化以后它就会已经变成粉 然后 Air Jordan一代85年 原年 是长这个样子 ok 那在这里边有很多很多这个很 hype 最近很火的一些球鞋啊 比如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MX 97和MX1的这个结合 然后有这个 off-white 当然一切off-white东西都很火 off-white 这个vapermax 还有当然有easy off-white 的乔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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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有这个cos 乔四的联名 easy off-white off-white 所以 如果你能在这里中了一双球鞋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 你相当于马上就会赚到至少 五六百六七百美元 但是你主要你得把这个东西插进去弄了点 非常感谢大家 关注我们这一期鞋霸子在加州外景的这个视频 那么 希望你们下午如果来加州的话 一定要来这家soulstage 或者直接去那个fairfax 就要有很多很多的条件 然后之后呢 我们还会带来更多的这种 这种接触文化 修行相关的这种视频 那么我们下期见喽 拜拜